一個角色了嘛 可是一旦起來了 現在台灣人 不是說不重要 就是沒有納史那種 那麼重要的角色了 可是文革的時候呢 這中華文化留在台灣 所以台灣就是 中華文化保留下來 最完整的一個地方 你如何把這個東西 再回歸到中國去 人家的軟硬都有 中國還不強 一定強的嘛 所以台灣人不要妄自匪博 因為本來就一體的 本來同根嘛 哪有什麼混什麼 什麼混什麼 一根的 通個根的 所以這種東西 你假如能夠這樣 去融合的話 大中華一定會有 非常好的前途 夜店主 我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當時來做這個東西的 目的和宗旨是 你這個講弦的意思 就是這個都是 官老的教導來做的 包括找這個地 要找哪裡都是來做的 當初找這個地 在九混 台灣分有名九混你知道嗎 不知道 九混非常有名 旅遊觀光點 九混那時候 嚴家 他還要煤礦 他還要煤礦 基隆山 半個山都是他的 他說店主你去看 你喜歡的 我就割給你 不用錢的 可是我去看了那邊 還有看這裡 回家 回去 回去聖殿 孔明老師跟我講 他出一個 十分勝九分 這也叫十分 勝九分 十分勝九分 十分勝九分 城市逍遙何處行 他就給我這句話 就說就這裡 可是這裡要錢 那你不用錢 可是我還是想選擇 相信孔明老師 就是選擇在這個地方 就這個基岩 那至於說這裡 哪裡要布局什麼東西 你在禪奏的時候 一樣 關老的線給你看 那裡要蓋什麼 那裡要蓋什麼 那你就 他仙羅是 他下來的時候 要幹什麼 他有一個主題性 可是我們要加入 我們的想法 也是人要用的 要用人的角度去考量 那再結合 仙羅要的東西 這個就可以天倫合一 所以要把這個東西這樣 另外 你簡要的 你介紹一下 你這個未來的發展的規劃 這個規劃很簡單 因為21世紀 絕對是個身心靈的世紀 心靈的世紀 你看現在這20多年來 什麼行業都在講身心靈 對不對 你就可見 這個靈魂是被打開的 那很多人不曉得 這21世紀 是個靈魂的世紀 也就是靈魂 在1990年 因為這靈魂 就好像一個行車記錄器 它裝滿了 好像我們手機 你照相照不進去了 滿了嘛 你一定要 抵抵掉一些不好的東西啊 嗯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人家講的 煙親債主在清算啦 嗯 就是要把不好的抵抵掉 嗯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嗯 你如何去教育 嗯 教育我們的 我們的人啦 怎麼去得到老天要給我們的東西 怎麼去開心修行 才是根本的方法啦 嗯 才根本 啊所以要建設一個身心靈的基地 以後這個基地 我的原來規劃是 這裡其實是一個教育基地 嗯 就是讓中華文化 就是這個道童啊 嗯 在這個地方讓一些有要想要順路的人 可以來這邊 進階啊 嗯 可是 我的理念是 要傳播出去 一樣 跟 松先生這個一樣 就是 透過 雲端網路電視的方式 嗯 散播到世界各地 嗯 把21世紀老天要繼承到中華文化裡面的一環啊 嗯 再把它散播出去 嗯 到世界各地每個人都會知道 嗯 那知道以後呢 他有一些感應了 然後感受了 嗯 感受了以後呢 我們每一人在拜幾次大會 嗯 讓這些人回來 嗯 再充個電 嗯 慢慢慢慢就 影響出去就出去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要傳播的力量是虛擬的 摸不到看不到 它存在的 嗯 它存在 嗯 硬體呢 你不要花太多的錢 去搞太大的東西 去破壞這個山林啊 嗯 硬體就是 嗯 依天依地 依人需要 嗯 去處理就好了 所以整個建築啊 嗯 不是搞雄偉的 嗯 是搞有內涵的 就是每一棟建築物 它都有一個固住性了 嗯 它都有中華文化的精髓在裡面了 嗯 這才是要的東西啦 嗯 要不搞大的很簡單啦 對不對 有錢就可以搞大了 嗯 可是那不是我們要的啦 店主我問你啊 現在想 請教 咱們現在整個的 規劃面積是多大 面積 這個面積以 台灣來講就五公頃 五公頃 對 五公頃 呃 你這個地方的 這麼大的建築 你剛剛介紹一下的 對 只動了五棵樹 對 動了五棵樹 對 就是 呃 他剛好在馬路中央 你不得不動他 嗯 其他都 都跟樹共生啦 因為樹先來的 我們後到的啦 嗯 你怎麼可以跟他爭呢 對不對 他先在這裡了 我們是後來的 這個理念是非常好 對我們是後來的 嗯 因為你既然要做身心靈嘛 去講求跟大自然結合嘛 嗯 所以你效法天地嘛 效法大自然 你才有辦法天人和一樣 嗯 另外比如說一些信仰者和遊客 到這個地方 他以後有主要幾個經典可以觀賞 可以他以後來許願或者說他來 對 我跟你講 達到他的精神上的修行 以後其實我們這個這個園區 這裡面園區喔 有請台大森林系的教授 跟帶四個學生 嗯 我大概已經建立好了 嗯 這個這個園區裡面 他原生種的植物啊 嗯 有一百零幾零幾種啦 嗯 已經有了 原生種的 嗯 都已經建黨起來了 有哪一些大概 對 哦 很多在這個人數裡面都有了 建黨還沒有連連網上去而已 嗯 這建黨出來以後 就是台灣的原生種 在這個東北角 嗯 原生種的東西建立起來 嗯 那我 因為配合科技的東西喔 嗯 每一你走到哪個區域啊 因為透過GPS的定位啊 你走到哪個區域啊 嗯 你都可以 這一區顯示什麼東西 你再透過 有一個牌子有QR Code 嗯 你掃進去你就知道 介紹這些東西 就是讓遊客來這裡 他有一些知識的成分可以帶回家 嗯 那因為 平溪啊 平溪這個十分地期啊 嗯 就是 孔明天登的故鄉 嗯 在台灣來講 每一年的元宵節啊 放天路我知道 對 遊客的幾十萬人啊 是這個地 嗯 都都都知道的地方 嗯 那 既然我們 我們拜的神佛啊 有關老有孔明啊 嗯 我們就跟這個地方接地氣啦 嗯 就跟他地氣融合啦 嗯 所以在產生這個四片孔明 那老天流 你吃杯哦 嗯 他就這樣一個四片孔明 給我們 法相要怎麼樣 拿什麼法器啊 嗯 然後他要表現什麼精神啊 嗯 他都來了 嗯 那每一個遊客呢 嗯 來這裡 因為有很多遊客來 時文的放天燈 其實他沒有帶什麼東西回去啦 嗯 帶點快樂回去 對 然後垃圾留在這個地方 那我的想法不一樣 嗯 他來了 他來了以外呢 我們如何把這些中華的文化 讓他帶回去 嗯 所以他從 庭廠場進來 到我們的 咖哩廣場 哦 沿路都有QRQ在介紹 嗯 各種語言都有啦 嗯 介紹這整個演技 整個故事性 包括 三國原理的故事性 嗯 都在裡面 嗯 那譬如說有天壇 天壇這種東西 它有存在很多的義理嘛 嗯 腦天的東西 這裡面展現什麼東西 與天對話 對 嗯 他都知道 啊你可以在那邊冥想 可以靜坐 嗯 你可以在那邊拍個照 嗯 或這幹什麼東西 通通可以 或看風景 嗯 那可以得到身心很多 滿足嘛 嗯 靈魂要就靜個坐 嗯 那身體要做個體操 哦 身體要的東西 對不對 心 啊你感受到大自然 快樂了 嗯 他就得到了嘛 嗯 這就是我們的規劃啊 所以我們的面積不大 嗯 可是我們要做到很精緻啊 就那傳統 咱們整個的這個 精神文化園叫什麼名字 您稱 我們這個啊 我們我們這個叫 龍安聖城 身心靈文化園區 龍安聖城啊 身心靈 身心靈 對 現在這個聖城的建設 已經做了多長時間了 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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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大概開始了 基本上什麼時候能竣工 全部竣工 我跟你講哦 在啊 我們講西岩 在二零 二零年哦 嗯 半三年哦 從今年開始散哦 嗯 第一期會完成 嗯 第一期的 嗯 全部完成要十年 要十年 嗯 要十年 已經過了一年多了 要十年 全部 嗯 好 好 那剛開始了 也祝愿我們的夜店主 這個這個項目真的以後能再穿播中華文化 對 會 讓人的來到這個地方能找到自己的心靈歸宿 對 一定的 能達到 嗯 起到了真正的修心養性 提高 提高自身的修養 了解中華文化的 對 對 對 我們 在哪裡 特別是祝賀啊 期待 我們這個龍安聖殿 龍安聖城 嗯 早日的 與兩岸的同胞見面 可以 很好 好 謝謝你啊 好